这些处理之后 那下一步的话咱们来讲什么呢 咱们来讲一下 就是在这里面使用bible的方式 是不是来给它转做些转 是不是各种的1s6转1s5这些方式 那咱们来使用bible 那这种方式的话 你想一下 这会儿的时候 你们觉得应该是parking 还是loader 所以应该是loader 因为gs是不是一种特定的文件格式 对 处理一种特定的文件格式 咱们就用loader 是不是一下就明白 我也不怕给你怎么玩了 对不对 又想处理整个的一大堆东西 咱们用的是parking 要想处理一种特定文件格式 咱们用的是loader 这时候的话咱们需要使用什么 使用咱们这个bibleloader 这个不用说用使用量是肯定很大的 是不是现在全世界很多人在用这个东西啊 啊 好那现在咱们你看这里的话用的是什么 是不是外部派格斯 呃 贝果吧的方式 来看一下出这里面的话 除了这个外部派格之外 是不是其他的地安装 因为外部派格是咱们已经安装了 啊 所以在这里的话咱们就怎么办呢 把贝博楼的 你想贝博楼的 它肯定要依赖于一个什么 是贝博的核心 就像咱们的类似楼的要依赖于类似一样的道理 听懂这意思了吗 啊 这里面的话有一个这个 这个有一个precats precats的话是 是什么意思 precats 这个东西 是这单词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预置的一些东西 啊 他需要装哪些预置 现在 现在我们的bible的话 升级了之后 这里面的话有比较简单的 只用这个precats emv都可以了 然后之前的时候咱们有什么 得用bibleprecats 什么stage0 stage1 stage2 stage3 stage4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就是每一个 就是每一种方式的话 那是不同的阶段的 在这里的话 咱们现在已经比较方便了 我在这里的话 怎么办呢 我重新来复制一个 吧 好 这里的话已经复制好了 我们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叫做05 叫做 bible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 然后呢 下一步的话 我就 用这个来了 在这里面 是不是咱们得去安装一下呀 安装咱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 嗯 看 好 安装了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的话 这个的配置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在弱子里面去加一条就行了 在弱子里面去加一条 加一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啊 那加一条什么呢 加一条就是这里是不是也是用正子去匹配文件 是不是去匹配文件啊 在这里有个m mgs 它是弱的之后 就是说是新增的 就是有一种模块化的东西 现在还没有完全补给开来 就是模块化的 gs 模块化的gs 就在比较新的弱子版本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mgs用原生的方式去支持音波的一个sport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个mgs 哈 我就直接添加这一条规则 直接添加这一条规则 在咱们的webpack里面 去添加一条规则 在这里是不是添加一条在这里啊 啊 遇到了什么呢 是不是gs的东西啊 咱们就就使用什么呢 就使用咱们的webloader来处理 并且webloader的处理里面的话 有一个选项 一个选项叫做什么呢 一个选项的话 它的precets是不是用的precets 因为是不是environment 这个意思啊 用的是这个东西来进处理 这里有一个一个sport 这个是咱们需要给大家说的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让什么呢 我们可以让咱们的这个webpack的构建 有时候需要提高一些效率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可以去排除 就是反而是咱们的nodemodus 或者说咱们的power components里面的东西 那么它都不需要经过咱们的这个处理 是不是直接使用 听懂的吗 那和exclude 相对的还有一个东西叫做include 那include的话 就是只有哪些目录下的东西才会做处理 这个目录以外的东西就不会处理了 这个在文档上面已经有比较清楚的解释 听懂人也知道吗 啊 所以每一个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都会有一个什么呢 咱们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啊 然后咱们把这个东西给它配置好啊 配置好了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干什么呢 配置好了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来运行了 那么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打包的这些操作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你看它是不是可能还要去加些不达给你 是不是除了presets之外 是不是还还可能会去加一些packing的东西 啊这里面的话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比如说咱们后期的时候 要想去使用到咱们的react的呀 啊这些东西 可能咱们还需要去加resetreact呀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操作 因为这样子它咱会支持咱们react里面 js插的语言法 咱们现在还没有学react啊 所以这里的话可以先不用去汇集它 一会的时候咱们可以来试一下 createreact的app这个东西 它会给咱们生成一些什么样的操作 就这样子的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背包里面的presets 还有blackins咱们都可以通过什么呢 都可以通过这里的options来谈进去 听懂这意思了吗 当然这些options你除了放在这里以外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还可以把它放在拍给别词里面 也可以在这里面建一个点贝宝rc 这样子的一个关键 可以在目录下面就像咱们的postcs config一样建立一个什么呢 建立一个北宝rc这样的文件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就可以自己来比如说我新建一个 test点击是吧 然后export concil比如说是 就是add 然后就等于xy 然后concil dlog咱们的x加y 是不是这意思 好 然后做好了 这个的话 我在这里面 我可以去把它引入过 是不是import什么 是不是这里的解构 好add 然后说我们当前目录下的什么test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批行一下add 1和2 他肯定怎么办呢 是不是他肯定会输出一个发音 好 来我们来npm start 来看一下 npm start npm run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concil 这样没有执行 是不是没有执行 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把这个名保存吧 我们看一下这里为什么他没打印出来呢 export tost add等于xy 他做的那个 没毛病 咱们的add 看一下 我把这个concil log 这个add 出来 这样他没有支持 没有报错吧 是没报错呀 但是他就是没有出来呀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他 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啊 我改错目录了 看到没 是不是我加错目录了呀 我加到零四里面去了啊 抱歉 看到没 啊 我应该是零五是不是 怪不得这里出事了呢 然后怎么办呢 这里加错目录了啊 很抱歉 我把这个删除一下 然后怎么办呢 我应该去重新打开 咱们的这个 这里面的东西 是加错地方了呀 啊 所以出了问题 没毛病吧 这么来加是不是就没有毛病了呀 啊 那怎么办呢 咱们来新建一个哈 paste.js 然后export Const add 等于xy 一样的哈 console.log 然后干什么呢 x donor x 加 donor y 然后就等于 donor x 加 y 是这个 好 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怎么办呢 在这里面呢 把他引迫进来 啊 import 爱的 但是这里的话 由于咱们是不是default的 是不是得用结构的方式 哎 然后from 当节目录下的 test 然后来 执行一下爱的方法 好 那下一步咱们来看一下 on the phone的 讲on the phone的等于 那他number 因为我们爱的的时候并没有闯一个参数 那么 这会儿来说 他就是一加一 一加二就等于三了 是不是没有毛病啊 所以在这里的话咱们就怎么办呢 啊 就用这种 就用这种方式哈 就这种方式来做哈 这里的话 主要是为了做兼容 持上crime浏览器 很多 大家都很支持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不加这些东西 它也能运行 是不是这意思呀 但是咱们为了去做一些兼容 呢哈 为了去做一些兼容的处理 那么他会用这种方式 用背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转换 好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关于这个webpack里面大部分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咱们可能在 做一些东西的时候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拆成多个文件 拆成多个文件的时候 咱们需要怎么来做呢 咱们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个webpack的merge plugin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下就行了 大家下来之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其实merge plugin的话 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可以把多个webpack的配置合并成一个 然后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创建两个文件内 一个叫做webpack config 点什么呢 是不是点对我 然后还有一个webpack pack config点什么 是不是prod这样子的东西 那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咱们咱们这里的话 先不去用这个merge 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来处理的话 那这是怎么来处理呢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份 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份呀 我先给它重明明一下 我先给它重明明 比如说这里的话 对咱们这里来说它就是一个prod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prod呀 然后我在干什么呢 我把它给复制一份啊 复制一个哈 复制一个的话咱们给它叫做什么呢 比如说是webpack 然后 deve.js 是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啊 那咱们在用这个prod和deve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package节奏里面 是不是指定 他们两个所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呀 比如说build的时候我就叫做什么呢 是不是prod呀 听懂了吗 然后这里的话我就可以叫做什么呢 deve 那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针对咱们的开发环境和咱们的那个就是生产环境 是不是使用不同的配置了呀 听懂了没 当然公共的部分本来应该去提一个webpack的base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嘛 公共的东西咱们可以去提 提了之后你要想把两个合并的话 你就要去用到一个webpack的merge的这个 就是webpack的merge 就用一个叫做 merge 我也不 拍 我也不拍个merge哈 就这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webpack的merge 那咱们相当于要做的一些事情 怎么办呀 是不是就是把多个webpack的配置 是不是给它合并到一起就行了 听懂的买啊 那咱们怎么样来做呢 就是你可以把base先提出来 提出来了之后 根据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就是prod和dev 然后是不是每个里面 导出的都是merge之后的东西就行了 听懂的买啊 那这里的话要注意哈 我们这里的话就先把它给做成两个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那做成两个文件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首先在对付的情况下 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本都不需要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在开放模式下 我没有必要去干什么呀 开放模式下 我没有必要去 开放模式下 我一点都没有 我没有必要去把它给提提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他在头部就在头部呗 听懂你的意思吧 啊 在开放模式下 我也没有必要去给他加潜坠呀 听得懂不 啊 开放模式下哈 开放模式下 我在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我就用咱们的style loader 就用这个就行了 然后一样的哈 我不需要用咱们的这个 loader 是不是就style loader就行了呀 啊 那咱们开发环境啊 然后对于咱们的那个什么呢 生产环境的时候咱们才去用什么 生产环境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才去用 才才去用咱们的这个给它导致一个图里的文件呀 那这会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区别啊 你看我现在怎么办呢 我现在来mpm 装 对 来看一下哈 它会自动帮咱们启动浏览器 那启动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的这个 你看style是不是在这上面 是不是style在这上面 并且来说是多个style 因为我有多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blestholder这些东西 是不是也没有去给咱们加潜坠 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那下一步的时候 我去做什么呢 我去做npm 装 bill的的时候 因为它使用的是我们的生产环境的东西 那这时候的话 它就是给咱们加了什么 是不是加了钱这类的东西了呀 听懂得买啊 这里要注意哈 要注意 就是他们两个东西会使用不同的这种配置项 这是咱们比较正诚的一种做法 然后有了这个之后的话 你价格都没有必要干什么呢 没有必要在这里来指定这个mode了 实际上你可以在哪里呢 直接在这里面来加一个mode的选项就可以了 mode这里的话叫做什么呢 development 听懂听懂那意思吧 你可以加到这里面啊 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 根据自己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喜好吧 看你想办法加到哪里 主要是指定这个config文件 这里是不是太有用了呀 啊 就这样子的啊 好 真正呢 我们在使用什么呢 在使用这些开发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从零开始去进行配置的 除非公司对于这种 就是webpack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于那种构建的一些效率 各方面都很高的 这种东西需要自己进行配置 但是大部分的公司会选择使用一些教授架 比如说咱们Viu的client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会要学习react 那学习react的话 react也有它的一个啊 就是本身的一个教授架工具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 好吧 ок 啊 啊 我 上队